你上一次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是什么时候呢? 你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 今天我们讲的心流就跟专注力有关 心流就是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实的一种状态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 专注力可以提高做事的效率 帮助人们把事情做成 但其实 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心流状态跟我们的幸福感受有关 心流状态甚至可以让我们获得极度的幸福感受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这期我们解读的书是 《心流》 作者米哈里 西克森米哈莱 这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可能你会发现 现代人经常会在两种生活状态徘徊 要么是因为生活平淡而觉得无聊 要么就是因为压力太大而焦虑 而心流理论 不仅能够让我们发挥专注力 更能够对抗那些糟糕的情绪体验 专注力能够带来幸福感 心流的英文是flow 也就是流动的意思 这是一种像水流一样水到渠成的心理感受 其实你应该也有过心流体验 就是当你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画画 下棋 上网 打游戏的时候 那时你会忘记时间 忘记自己 忘记饥饿 你可能会问 不是每件事都是我们喜欢的休闲娱乐时刻 我们如何让自己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都能达到心流状态呢 作者米哈利教授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与心理学家马丁 赛里格曼等人 共同发起了积极心理学运动 米哈利的创新之处在于 首先 他对于心流状态下 人们会产生哪些心理体验 给出了清晰而精准的描述 并且系统地阐述了达成心流体验 需要哪些前提条件 其次 他使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心流 如经验采样法 也就是记录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的心流体验 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 所以 米哈利使得人类 对于心流现象的理解 首次超越了日常观察的层面 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心流 这本书有二十万字 我们尽量浓缩在六千字左右 从三个方面来 深入学习一下心流 首先 我们来探讨 什么样的人能掌握心流的能力 做实时有幸福的感受 第二点 我们就来说说 如何控制意识情绪 从而能够对抗精神内耗 保持意识的 井然有序 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看 想要心流能够出现 需要创造哪些条件 什么样的人能够达到心流的状态 提升生命体验的落脚点 在于体验 人们如何感受生活 是纯粹的主观感受 我们从生活中得到的快乐 归根结底 取决于心灵如何过滤 和阐释日常体验 如果人们的生活体验不好 自然就不会有幸福感 我们就来看看 人类不幸福的根源是什么 也就是为什么感觉体验不好 在宇宙创造之初 它就不是以人类的 安逸舒适为目标的 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 我们的祖先跟其他生物一样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球上生存 除了要躲避洪水猛兽 还要时刻跟病毒微生物抗衡 作者特别有意思地 把人类和动物的意识 进行了比较 同样是在恶劣的条件下 动物只是在本能驱使下行动 它们不会像那些 跟生存无关的信息 比如一头狮子饿了 就只盯着猎物 吃饱了的狮子 就躺在那里晒太阳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温暖的阳光中 它还没有进化到 可以感受沮丧和绝望 只要没有外界的威胁 动物就能自得其乐 所以在大自然中 自己给自己找烦恼的动物 只有人类 人跟动物比 大脑系统发达很多 虽然焦虑有时是为了未来担心 有利于人类生存 但这也同样带来了人心的殷勤不定 人类为了生存 想控制外部环境 但这个世界的不可控因素 总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人类在大自然中 进化出谋划未来的生理机制 是用来服务我们的生存繁衍的 但有时却因此忧虑不安 带来的结果就是 牺牲了幸福感 当然 大自然也不是一个冷血的宝君 在进化的过程中 人类还是有一些享受快乐的机会 那就是感官的享乐 比如品尝美食美酒 吃饱喝足后的休息时光 以及体会两性的乐趣等 享乐就是幸福嘛 作者认为 这是一种对幸福的曲解 人们追逐感官享乐的本质 其实是基因为了物种延续 设置的一种奖励机制 比如 你享受美食的时候 这种快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 维持生存 一个男人被漂亮姑娘吸引 享受两性关系的美妙 实际上也是基因在布局 为了鼓励生育 繁衍后代 在这种行为模式中 享受感官快乐并没有什么错 但这种快乐都是转瞬即逝的 跟人们的长期幸福感并没有关系 沉浸其中的人世纪上 是被基因的指示牵着鼻子走 怎么能谈得上时 自主选择生活体验呢 我们再从社会学的角度 看看人类不幸福的根源 面对浩瀚宇宙 人类始终是渺小的 这种无力感 可以从很多远古神话 还有宗教中补出来 不论是艾斯基摩人 亚马逊盆地的猎人 印第安人 还是澳洲土著 中华古人 都用神话构建了一个有序的世界 认为我们身居宇宙的中心 这样的文化 起到了一种精神信仰的作用 让古人即使身处 极端的生存条件 也不忧心 当然这是古代 人类走到现在 早已远离了远古残酷的生存状态 平安地活下去 已不是什么问题 但人类还会有不断滋生的欲望 当人们已经有了充足的食物和舒适的居所 就会满足吗 并不会 大多数人 还是会陷入到欲望不断滋生的循环中 得到的更多想要的也越多 很明显 尽管现代社会 人们的物质资源增加了几千倍 但在改善内心体验上 跟古人相比 却并没有明显地提高 比如 一些人认为 追逐更多的财富可以更幸福 但作者看来 这是对幸福的一种误解 有一则点湿成金的语言 麦达斯向神祈求 成为最富有的人 神给了他点湿成金的力量 他只要触及到的东西 都会变成金子 他乐疯了 但是不久后就饿死了 因为他碰到的食物也都成了金子 古老的预言早就告诉我们 无尽的财富并不一定让人活得幸福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 人们的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后 幸福感并不会再随着财富的持续增长而增长 在作者看来 认为获得财富就可以获得幸福 那只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 用幸福作为诱饵 让人们沉浸在对金钱的不断追求中 一方面 银行把我们塑造成拼命赚钱存钱的机器 另一方面 商家各种广告鼓励我们用辛苦赚到的钱来消费 如果只追求这个社会认为的你应该追求的东西 那么即使你得到了这些 你的满足感也是来源于别人的认可 你的人生选择终究还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跳出了外界控制核基因驱使这两种幸福的误区 也许你已经发现 只有做自己意识的主人才有幸福可言 进一步来说就是 不要以社会的奖赏 而要以自己能够控制的奖赏作为目标 让控制自我意识的权利回到自己手中 被基因驱动的肉体欲望的超脱也是一样 做自己意识的主人 意味着我们自己享有选择生活体验的自由 所以 做者米哈里的第一个观点是 只有学会掌控意识的人 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体验 从而达到幸福的境界 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快乐 归根结底 取决于心灵如何过滤和阐释日常体验 我们内心的和谐 跟我们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毫无关系 而跟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意识有关系 沉浸在基因的趋势带给我们的感官享乐 只能得到暂时的快乐 而追逐社会认可的财富目标 很容易让人们成为了社会和他人控制的傀儡 所以追求内心的和谐 只能从掌控意识入手 成为自己的主人 要控制意识 我们就要了解人类意识运作的方式 作者米哈里在心流理论中的最大创新 就是借用了物理学中商的概念来研究意识 提出了精神商这个概念 用来指代意识趋于无序的状态 这也是全书的亮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最优体验 如何能够对抗精神商 保持意识的井然有序 什么是商呢 在物理学中 商代表的是无序的量度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是 热的物体会自动向量的物体传递热量 能量转化过程中物体的浓度总是趋于扩散 结构趋于消失 有序会趋于无序 这个无序的量就是商 所以在自发的物理过程中 代表无序的商总是不断增加的 在意识层面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意识也在自发变得无序和混乱 这就是作者米哈里提出的精神商的概念 一旦意识变得无序 也就意味着 人的内心失去了秩序 变得焦躁不安 这就是精神伤败给人们的不好体验 从物理学的角度 去探讨人类内心的秩序 是作者米哈里的一大创举 我们也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 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量是有限的 用现代科技来测量大脑 中枢神经的工作效率 能够观测到 它只能在每秒钟内处理126位的信息 按照一个人活到80岁算 每天有16个小时保持清醒 他一生也只能处理约2000亿位的信息 而一般人实际用脑的程度 比这还要低 所以 每个人要经历的事情这么多 你允许哪些信息进入你的意识 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体验 守这道门的就是你的注意力 它会从你每天接触的 数百万计位的信息中 跳出你需要的信息 送进你的意识 同时还要搜索你记忆中相关的数据 来评估这些信息 做出决策 注意力带动的是你的思考 感觉和决定 大脑容量是有限的 人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 注意力是一股精神能量 如果你能驾驭它 随时随地只关注对你有用的事情 让这些信息帮助你达成目标 那么你的意识就能发挥最大效用 用好了 它就能成为你改善生活体验的工具 相反如果你总是被外界信息干扰 甚至这些不相干的信息 跟你既定的目标是冲突的 你就没办法为实现目标努力 恐惧 愤怒 焦虑和嫉妒等等这些 我们通常说的不良情绪也会冒出来 举个例子 一个小伙子为了赢得姑娘的芳心绞尽脑汁 如果时髦的新车能引起姑娘的兴趣 那小伙子就可能会把赚钱买车 作为他的目标 但拼命工作占用了他每周固定的登山时间 登山队友因为他不参与集体活动而抱怨 于是他在两者之间徘徊取舍 他的目标会随着新出现的情况而不断变化 这个时候小伙子的体验会好吗 很显然不会 甚至很糟糕 这个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心理学上 所谓的内在失去的状态 也就是注意力被迫转移到了错误的方向上 不再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 精神能量也就难以凝聚 这种纠结的体验比比皆是 比如你加班写文案的时候 你脑子当中可能已经奔腾过无数年头 昨晚这场比赛为何输了 为什么我一个人在这加班 我这个文案写完后 老板会不会表扬我呀 你的注意力被其他不相干的琐事瓜分着 做着这件事却担心着结果或者计算得失 让你很难集中注意力在当下的事情中 所以内心的宁静就难以涌现 心流的状态就很难实现 无论是心理学角度定义的内在思绪 还是从物理学借用而来的精神上的概念 他们说的其实都是一件事 人类庞大的意识系统需要秩序 无序状态会让人不安 心源一马九了 对自我会造成极大损害 使人再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实现任何目标也就谈不上好的体验 而且作者说精神上是常态 如果再不做点什么 意味着我们总是要陷入混乱的意识 被纠结折磨 幸好物理学家薛定谔看到了大自然中的反例 提出了负上的概念 也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 比如在浩瀚的宇宙中 生命现象就是个奇迹 它将太阳能转化成了生物能 从无序中发展出了有序的生命体 那么精神上的反面是什么呢 那就是最优体验 所谓的最优体验跟精神上正好是相反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精神的负伤 它是这样一种状态 你接受到的信息跟既定目标是匹配的 这时候精神能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你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 也不用怀疑自己的能力 所以能够保持意识的有条不紊 这种积极的反馈能够使你投入更多注意力 照顾内心跟外在环境的平衡 最优体验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心流 你可能做过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比如玩手机游戏 比如看电影 游戏的结果可能会赢可能会输 电影的结局有喜有悲 但为什么你还是喜欢去做 因为它让你进入了心流状态 为了体验过程的快乐 结果是什么 反而不重要了 这就是心流能够提升生活体验的心理机制 专注让人快乐 注意力能够一直留在当下的事情中 不用想结果也不会分心 美心的统一感受成就了美好体验 处在心流当中时 你并不会想到快乐是什么 因为你专注在做事 连自己是否快乐都忘了 但是事情结束后 当你回味刚刚发生的事 你的内心就会由人而生一种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让你获得幸福与快乐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观点 最优体验或者说心流能够对抗精神伤 保持意识的井然有序 那么心流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呢 如何才能达到心流的状态 可能你会认为 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时刻以什么都不想 完全放松的时候 其实不然 虽然这个时候也感到快乐 但心流却不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心流发生在 一个人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心情付出把体能和智力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只有在此时 人们才感觉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动 主宰命运 这就是最优体验 它完全是人类自己缔造的 就像游泳剑将刷新记录 攀岩高手又攀登到一个山顶 他们在拼搏时并不会觉得愉快 可能还会肌肉酸疼 筋疲力竭 但活动结束后 他们会觉得特别满足 甚至体会到这是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 这种日积月累的生命体验汇集在一起 成就力中自行决定生命内涵的参与感 这就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接近幸福的状态 那么 心流的出现需要具体满足哪些条件呢 首先 心流产生的第一个条件是清晰的目标 心理学实验发现 相对被迫做一件事 当一个人没时可做 漫无目的的时候 才是体验最差的时候 他的精神会涣散 没有精气神 也会陷入忧虑 恐惧和无聊这些负面情绪 而目标明确的人 自尊心也强 美国哲学家核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 自尊心的强弱取决于期望与成功的比例 因为目标定得太高 成功次数太少 这个人的自尊心就会长期得不到满足 他的体验自然很差 相反 若是没有目标 那更谈不上自尊心的满足 可见 目标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不论行动的目标是主动还是被动 都比漫无目的的行动来得好 当人们面对一个清晰的目标时 就会采取一些手段来达成这个目标 比如登山者会给自己设置登顶的目标 这样他才会知道该组织什么装备 走哪条路线 为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准备 这时候人的内心就是明晰的 有序的 心流产生的第二个条件是及时反馈 它能让人在每完成一步之后 立马知道自己做得究竟好不好 登山的人每攀登一步便知道 自己的位置又上升了一届 清晰的目标和及时反馈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清晰简单的目标 根本不可能有反馈 因为你不知道做到了没有 大部分人不容易坚持目标 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都是模糊不确定的 比如健身 每次尽力做就是一个不清晰的目标 你的大脑还需要在努力的时候 反复思考是不是尽力了 但是如果把目标设定到 每组十二次 组间休息三十秒 实在做不到就放下 这就是个清晰能反馈的目标 及时反馈 能够让你不至于浑浑噩噩 而时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除了明确的目标和及时反馈 还有一个帮助达成心流的条件 就是挑战的难度和能力的匹配 高能力做低挑战的事 容易无聊 低能力做高挑战的事 容易焦虑 如果做一件事不是无聊就是焦虑 这体验怎么会让你坚持下去呢 而在焦虑和无聊之间 有一个神奇的空间 人在其中很容易进入专注状态 这就是心流通道 更加精确地说 当难度略高于技能的5%至10%的时候 最容易有心流体验 使出浑身力气登上顶峰的人 也在挑战和能力之间找到了平衡 目标清晰明确 能够得到及时反馈 并且挑战和能力相当的情况下 也就满足了创造心流的三个条件 人的注意力会开始聚集 逐渐进入心无旁骛的心流状态 此时的你已经达到了身心合一 丝毫容不下无关的念头和情绪 甚至连自我也消失不见 但感觉却比平时强烈 过去两小时就好像只过了两分钟 不论做什么事都会价值百倍 因为做事本身成了目的 这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你 发挥高超的技巧 主动迎接挑战 为什么时下人们不容易获得心流体验呢 因为想要让心流通道出现 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人们宁愿用现成的电影情节和娱乐节目 来填充脑袋 被动享乐 而不愿意调用自己的注意力道更加好神 但也能带来更多回报的心流体验中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学习心流 建议同时参照我们之前解读的当下的力量 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